我们不生产段子 只是新闻的搬运工 各位吃瓜熊众们大家好 我们为您网罗全球最有趣的新闻段子 欢迎收看在每周日晚上7点半播出的深吐操 今天是美西时间2023年10月15日 我是主播Sarina 据酒派新闻报道 10月5日陕西榆林派出所接到市民报警 被称一小伙摆摊算命的人 以量子算命销筛捡货为由 骗走了600元钱 等他反应过来时 这个团伙已经消失无踪 排出所接到警情后 快速锁定了以哑巴算命大师王某为核心的诈骗团伙 让办案民警没想到的是 刚刚在街上一一压压用手笔画给人算命的哑巴王某 一进询问时进侃侃而谈起来 据王某交代 他和其他团伙成员在街上摆摊 给他人免费量子算命 在算命过程中故意装聋作哑 用尺子量取算命群众的手指长度 并将事前准备好的对应指签抽给群众 此时算命大师便会拿出一张黄符隔空笔画 故弄玄虚 称帮当事人消灾了难 至于为何装聋作哑 王某称装哑巴能给人一种神秘感 让人觉得自己真是一位大师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中国一名男子一个月内犯下五起柴油盗窃案 经调查 他竟是用嘴吸走了当地多辆货车的300余升柴油 网友们也对他的息功感到惊叹 认为他可以拍一部西游记 据中国网媒新视频10月8日报道 湖北派出所近日接到多起居民报警电话 称自己货车里的柴油莫名其妙的消失了 经过民警的调查 在城区一栋居民楼里 逮到犯罪嫌疑人犯罪现场 成功追回100余升柴油 经过审讯 犯罪嫌疑人熊某承认自己偷柴油变卖的罪行 今年9月至今已经作案五起 共计倒得300多升油 后备箱被一桶桶散装柴油塞得满满当当 据柴某承认 自己是用嘴把柴油从货车中吸出来再变卖 他只用五分钟就能吸走三桶柴油 目前嫌疑人柴某已经被刑事拘留 网民们看到这则荒谬的新闻感叹道 这真是要钱不要命的真是写照得不偿失 不过也有网民帮忙科普 认为男子应该使用红吸方式来吸油 并不是真的一口一口将燃油转移 网民说 其实买个充电室纯净水充水器 应该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据搜狐切丽眼报道 10月13日河南洛阳 一男子脖子后方长了一个猴子 便请来螳螂带回医治 20分钟后 螳螂将猴子吃得干干净净 不少网友称此前尝试过方法很好用 拍摄者康先生称 当地很多老年人都知道这个偏方 需要把猴子切开一点 螳螂闻到道味道后 只吃猴子 目前还没有科学证实 螳螂吸食猴子是否安全有效 请广大网友不要轻易效仿 以防感染其他疾病 据中国网看点报道 10月10日河北邯郸 一球馆的健身房内 两位七群老人轻松提起60斤杠铃 惊呆旁边正健身的小伙 当时仁外先生称 自己是球馆的工作人员 两位老人都已经70多岁了 是球馆的保洁 当时两人在打赌杠铃有多重 谁能提起来 没想到尝试后都轻松的提起了60斤的杠铃 自己本来在旁边地上锻炼 看到这一幕直接惊呆了 应该是因为他们每天都会收拾这些器材 才会轻松提起 根据江苏新闻报道 人工在参加公司活动时不深受伤 能否要求公司进行赔偿呢 近日苏州泰仓市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件 2022年年过50的李某 与泰仓一家餐饮公司签订了一年期的劳动合同 合同约定李某从事服务员工作 根据餐饮公司实际的工作时间提供劳务服务 在劳务合同期间 李某必须服从公司工作安排 没想到的是 李某在参加公司公司组织的挖跳活动中受伤 经鉴定构成实际伤残 由于餐饮公司不愿赔偿 李某将公司起诉到了法院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李某与泰仓某餐饮公司签订劳务合同 双方构成劳务关系 在该起事故中 餐饮公司对李某遭受的损害承担主要责任 10月10日 一段视频称近日在山东某中学运动会上表演刺杀安倍 引起大量关注 东方网纵向视频 从事发学校所在的沼庄市教育局了解到 工作人员昨天已知晓此事 工作人员说 他们的做法也不一定对 也不一定不对 我们允许学生犯错误 毕竟他只是个学生 对方称 早庄市教育局已经督促该校调查此事 并写情况说明 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 一学生站在两旁学生欢呼中 站在椅子上发表讲话后 另一学生举起类似手枪物品对准讲话者 并上前补枪 后发言者做倒地状 旁人上前追赌开枪者 另有学生举起写有 两声枪响尸骨寒 污水排海 以后患的横幅 围观者欢呼鼓掌 好了以上这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有什么有趣好玩的新闻素材 请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请分享点赞 我是Serena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